当2016年王一博以天天小兄弟的身份 加入了天天向上时 觉得这个男孩子不怎么好看 甚至说话都不利索 当啥主持人呢 可是过了五年后的今天 芒果台跨年晚会从天而降 天天向上开年大戏挑战金句 一博只在短短三天的时间里 就带来了王者登场的双重惊喜 跨年晚会的前几天 王一博从剧组飞到海口 以示凌晨 他没有休息 直接连夜彩排 导演提出彩排可以用替身调威呀 但王一博却拒绝了 坚持要自己上 就这样练习了整整26遍 才有了直播现场 惊为天人的降临 和潇洒帅气的360度旋转 而天天向上首次扮演大舞生赵云 练习了无数回 连老师都说不需要抬腿了 而王一博还是要一次次的尝试 一次次调整 最终演出时行云流水的转身 干净利落的收尾动作 让台下的专业京剧老师 都藏不住赞赏的眼神 曾经他的字歪歪扭扭 曾经他说话不够铿锵有力 可如今他的字如其人 灼灼风华 言如其人 正气凛凛 哪有什么轻松的一鸣惊人 不过都是五年来 每一分每一秒 王一博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 百炼成钢板了